这是用我们的机策 即将废除的机策 请各位看 2004到2008 不管是社经地位 社经背景的差距 族群 原住民 非原住民 都市化程度 在都市或者是偏乡 或者是城市学校类别 偏乡的学校 学习成就落差仍然非常严重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英语科 国文科跟机策总分 随年度的变化有逐年扩大的趋势 我的外国朋友最常问我的一句话 台湾有非常好的机策 全国所有的学生都参加机策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否有成长差距 我们比全世界都有能力知道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机策这么多年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机策是最后一年 如果我们把它往前看过去的十年 我会告诉各位 你会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城乡差距 很可能从来没有改善过 即使我们投资了这么多 好 我们到底投资放在哪 请各位看这个数字 偏乡的学校在硬体的部分 的确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偏乡学校学生数很少 但是硬体很好 但是我们的老师呢 我们的老师数值在偏乡还是比较弱 但是在学校就像刚刚引言提到 学校最关键的是老师 只有老师 只有教师可以改变学生的数字 而我们投资在硬体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确实投资了 那这一张是家庭的资源 我想这就跟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 偏乡的家庭资源都是比较弱的 相对于非偏乡的学校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研究 我们调查偏乡跟非偏乡的结果 我给各位看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报告 对数学成绩的影响 偏乡学校资源远大于学校投资 请各位看 什么是资源 教师年资 教师旅动力 原住民学生的比例 换句话说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投资在学校 就是下面的科技设备 书局 学生活动 教师专业发展 它对学生数学的影响只有1% 31%都是跟学生的社经背景 跟老师的数值有关 所以我们基本上投资是有问题的 是应该检讨的 在学校投资中 我刚才那个1%里面 其实真正有影响的是 老师的专业发展 老师的数值 不难理解 老师绝对是影响学生最重要的 不是科技设备 不是数据 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 那老师年资如果能够增加0.69 老师的评动率如果能够降低1% 对数学成绩都有影响 但是我们一直都把钱 花在硬体的投资上 第二个 我刚才说 我们对偏乡的投资是错的 是错字的 可是我真的要呼吁 我们对偏乡的投资仍然不够 仍然不够 这两个其实不冲突 一种就是我们把钱 花在错的地方 而我们的确就美生教育支出而来看 学生 学校 偏乡的学校的确资源比较多 但是我也要呼吁 仍然不够 我一直要跟教育部要资料来做这个研究 但是教育部不敢给我这样子 不过没关系 我用台北市做资料做一个模拟 请各位看一下 12班以下的学校 它需要42万 就是这个研究就是说 我要达到一个相同的水准 不管是哪一班的学生 我要达到相同的水准 到底我需要多少经费 高过61班的只需要6万块 而低于12班的需要42万 它需要7倍的经费 为什么 其实很容易理解 那些好的学校 人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 这些好的学校 其实有群技效应 它收集的最好的学生 而那些最弱的学校 也可能收集的最弱的学生 所以当我们想把最弱的学生 提高到跟好的学校 一样的水准的时候 它需要花7倍的经费 刚刚我给各位看的 第一个 其实他们大概只相差两倍左右 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资源是错字的 第二个资源是不足的 这是我们这个研究的结果 第三个 偏乡学校无法独立解决教育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还有一些 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想把偏乡的教育搞起来 这个也是我们同样一个研究报告 我们看到对学生数学的影响 家庭的影响36% 学校影响30%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对偏乡的家庭 我们应该告诉他 怎么去教他的孩子 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学校 这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中上阶级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 父母亲投资的非常大的心力 在孩子身上 不全是靠学校 学校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家庭的影响力 其实跟学校同等重要 各位不要认为36跟30 基本上是同等重要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 家庭 学校家庭的投资的影响力 超过家庭的资源 所以家庭的资源 我们这边讲的是 父母亲的教育程度 父母亲的社经背景 换句话说 这个图告诉我们 如果家庭投资对的话 他可以克服孩子的社经地位 我觉得这是让人 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正是如此 在家庭投资中 改善家庭学习环境品质 是最重要的 各位看看影响力 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之下 偏乡家庭学习环境品质 每改善一级 学生可以增加2.45分 在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 偏乡跟非偏乡的 基测成绩 一个是42 一个是53 他们只相差了11分 而如果我们可以投资在 偏乡家庭的学习环境 就是他在家里有一个位置 可以读书 我们愿意买工具书给他 家长对教育 如果重视的话 其实是 很容易就改善 孩子的学习效果 第二个 为什么我说学校 其实没有能力协助孩子 这是第二个 我们讲弱势者自我应验 这个我想 我就直接看泰利的街角 街角的男人 有跟一般人一样的期望 他希望得到尊重 他也希望有成就 可问题是 为什么他做不到 是因为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进而变得没有自信 形成一种恶讯循环 各位想看看是不是 我们在偏乡的家长 是不是真的不重视教育 而是他当时 他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他的教育是失败的 他今天如何去告诉他的孩子 教育是重要的 所以就形成一种恶讯循环 他没有办法帮他的孩子 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应验 那我觉得学校 家庭 社区 应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第三个 社福政策资历破碎 我想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该需要得到的 没有得到 或者是有些我们重复再给 甚至有某些是标签作用 我们不希望去获得这些 那等一下我要提出来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提出四个重要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经费的使用效率 必须提高 第二个 创造诱因 让老师留下 学前教育义务化 刚刚各位已经提到很多 最后一个 整合单一窗口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 补助方案太多 太复杂 太零散 我们应该要统整 全力下放给学校 学校最接近学生 他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们经常太英明地告诉学校 要怎么做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 学校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请这么多好的老师跟校长 刚才吴财孙 吴次长也提到 学校有能力做 当然我们需要有些协助 多年其补助方式 我们一次给四年 而不是每一年要他去申请 申请经费每一年都不确定 每一年都只好抢钱 而且也因为要抢钱 所以根本都不管效果 所以如果我们一次可以给四年 就会整体规划 也就是说你不要告诉学校怎么做 第三个 上级政府 他应该转变成教练跟支持者 可以提供某些有效的方案 幸运的 最近我们 教育部已经同意 我最近把整个 我们有会做一些实验 教育部希望我在四个县市做 新竹 南投 屏东跟台东 但是因为我比较忙 所以我跟教育部要求 我先做新竹跟南投 准备用这个方案来实施 我们希望两年之后会有一些成果 第二个 又因 教师的素质决定教育的品质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让创造一种诱因 让最杰出的校长到最困难的学校 让最优秀的老师到最有挑战的教育 我最近也在设计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让五十岁的老师 到偏乡去服务 为什么 偏乡老师流动那么大 主要都是因为他年轻 他年轻他有两个最大的困扰 一个就是他必须找对象 第二个 即使他找到对象生了孩子 他必须替孩子的教育来努力 所以他留不住 所以我们现在在找五十岁 他没有找对象的问题 如果有大概也太迟了 第二个 他没有孩子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创造一个诱因 来让他到偏乡去服务 至少几年 我目前得到一些蛮好的回想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第二个 偏乡的老师没有得到认可 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力气 教了那么辛苦 结果成绩还是很差 可是我们要的是value added 是那个附加价值 而不是用绝对的标准 他绝对永远没办法跟市区比 问题是如果他把孩子带起来十分 我们就应该给他十分的奖励 而不是一直用七十分来苛求他 这我们也设计了一些方案 第三个 学间教育义务化 我想刚刚已经几个月 都提到这个OECD的报告 这我让各位看 对弱势的投资越小越有效 对有钱人的投资越大越有效 所以对弱势的投资一定要尽早 我呼吁三岁就应该提供给他免费的义务教育 最后一个 学校应该教育并协助家长 我觉得偏乡的家长不是不重视教育 而是他不知道如何协助他的孩子 学校要负起这样的责任 当然学校现在是很困难 可是我觉得这是学校很重要的工作 刚刚有机会体验学习的乐趣 帮他们准备一个角落 买一点工具书 另外一个 学校 家庭 社区 社福的伙伴关系 我是不是有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窗口 让孩子有机会直接享用 而不是要透过各种支离破碎的系统 来帮助孩子 各位想看看 一个生病的孩子有可能学习 一个还在想着下一顿的孩子有可能学习 可是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透过某个方式 来建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帮助孩子 我想 我希望未来两年 能够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 对台湾的偏乡会有些帮助 我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 感谢许院长的报告 那如果大家事先看到他写的这个引言的那个 那读到最后 他报告一个这个2006年的这个披萨的那种成绩 那个城乡的这个差距 台湾97分 南韩的差距72分 OECD 会员国平均差距36分 芬兰的城乡差距只有3分 那我们实在是对芬兰非常的向往 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刚刚这个几位这个报告 与谈的这个朋友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 谈的一些问题都有一些共通性 那我现在就开放时间给大家来这个看评论也好 或是提问题也好 这个向他们请教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来 中复现场 谢谢都部长 也非常感谢包括报告人与谈人 坦白说今天来的时候 真的是冲着这场来的 因为我们是从偏乡的现份来 那可能跟我们学院长一样 我们双东姐妹花 屏东台东跟花莲 就是这里所谓的偏乡 那我们来的时候心里在滴血 但是看完三位的书面报告跟口头报告 我们真的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因为大家共识度非常高 那么方向也很清楚 接下来是怎么做 刚刚提到了偏乡的师资的问题 我们恒春国中36个班 老师曾经有三分之一是代课教师 为什么 因为超额减班 老师又不愿意到恒春去 那我们只好用代课老师 我们问一个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你知道学校里面最好玩的是 他说可以跟同学玩 那最不适应的呢 常常换老师 一个学期换了四个老师 那这种情况之下 偏乡的教育 偏乡的孩子怎么带起来 但是刚刚提到了 老师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偏乡 一个教育人员 国小老师薪水四万 在台北他可能嫌连租房子都不够 但是他也不愿意把这个钱 他如果在恒春服务 他花不完 可是这个钱买不到生活的便利 买不到资讯的提供 甚至买不到下一代的教育 大家想想看 偏乡的老师自己在偏乡教书 孩子都不愿意留在偏乡 要放在潮州 要放在屏东市买个房子 带小孩 这样的教育 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了 宪法规定国民乎教育 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绝大部分的县市政府 我们的教育支出 占了一半以上 但是绝大部分的教育部 中央控制了补助 中央也控制了法规 这里面取凡教师的资格 签调管理所有的法规 通通在教育部 那连教师的编制 学校的员额 通通教育部在规定 那我们想试问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 怎么样把老师留在偏乡 我们要给他奖金 抱歉 全国的教育人员 待遇统一自己 教育部规定 我们地方政府想调 调 连空间都没得调 不过我们现在在这里分享一个 评论的经验 我们看到了一个缺口 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25条 在今年5月22号通过之后 它规定原住民地区 跟重点学校的原住民级老师 要超过三分之一 很抱歉 全国几乎没有哪个县市达标 所以现在教育部紧张了 但是问题是 现在全国的 国民区教育的老师的开缺权 是在地方政府 或者说在学校的教评会手上 中央怎么样介入呢 它现在流量就是那么多 有多少是原住民级呢 所以呢慌了 怎么办 那屏东县政府在这边贡献的一个 我们打算跟屏东教育大学合作 从开缺开始 就长期的用十年的方式呢 来让原住民级 从国中高中到大学 它都能够一气呵成的 从事适配的教育 那目前这样的想法呢 很大的问题就来自说 教育部认不认可 我们可不可以在教师的签调上 地方政府自行彩行 不同区域的差级待遇 我们可不可以在教师的签调上 不受四学期的限制 我们可以强制老师 我们用工会生的精神 把他留在恒川漫岛绑四年 然后呢让他慢慢的在签调走 那这些都是些都需要法规的松绑 但是如果原住民族教育 我们可以从师资的培育到课程标准 课程内容的设定 地方政府逐渐去取得决定权 那么有照一日 我们就希望说在整个国民义务教育的部分 地方政府才能够壮大 才能够让教掌 啊什么 啊厉害啦 啊保重就能吹电风散啦 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次长的一个心愿 那我们在这里呢 很希望说 未来我们有这个机会 继续去请教 包括院长 包括次长 来告诉我们 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地方政府有心想做 但是怎么突破中央的枷锁 以上 这个已经有一些都下发言条来 不过下发言条也是吓来说 那不然不是我念 那就是林委员 林大华林委员 这是我两个问题 第一我也是呼应我们中副县长 我问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受限于这个 即使是高雄市 他八九成的经费 预算经费还是用在人事费用 而且像现在一个十二年国教 好我们地方政府就增加五亿 全部都还是自编的 自己的这个预算裁员当中去切割 所以第二个也是法规面当中 也是中央去定 包括说代客 这个代客也好 这个全部的我们要开却的钱 也都是从中央来 所以这个部分刚才庄老师 您听到一个就是说 未来高中值落实 逃我们地方 至少是直下市的部分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 其实我也很想听听老师 给我们一些建议 那第二个其实高雄市 也很难得 就是我们有十多所的叫大学 那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 好那现在如果说 这个自由经济示范金 不晓得它是空的还是真的 到现在还是 还有很多盲点在讨论 好那我们如果看韩国的这个 这个他的那个松 他一个福山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自由经济 我不想忘了他名字 他们也在这个引进 国际知名大学 跟我们的大学合作 或者是说 国际知名大学的分校 来我们国内 那我譬如说 叫我高雄来讲 我们也很细 就是说这是 是不是很希望我不晓得 那我也想这个旧教三位老师 在这个高等教育的部分 引进了这个国际的这个 这个真的优秀的大学 设立分校来台湾 那这种可能性 以及他利弊得失如何 好谢谢 都部长 各位老师 我说台湾话 我现在我经常去国小 还是国中 听那孩子都说 你们设立分校好吗 我全部都说他第一名 不是说孩子设立 说未来要做什么 他说要贪钱 就现在听起来 那孩子的价值 我说设立就是贪钱 学校就好 他说第一名他第一名 听起来台湾都这样 有一天 我十五孙问我 他说 读书他每天都很不可以 天更每天都很不可以 比大人还不可以 老十大人还不可以 阿公阿嬷还不可以 小孩还不可以 有一天他问我 他说 那个叔叔要读书什么时候 我说 我觉得我就反昏 小孩还小三年而已 我说 你师父 你怎么知道 设立的目的是什么 他叔叔的看法 读书 就是要设立的 就是可以帮助 帮助更多的人 那个构筑官 不一定帮助很多人 也是要有一个修理 就是价值观的建立 我所听到所看到的看法 大家都是教育专家 谢谢 好 我看 有的这里面 刚刚林委员 有说要问 对什么人 庄教授 这样 纯粹你们家都没写 所以我问他 订了一下后 一方便 我问他 国际能分配看看 如果这部分要再发言 永悦发言 要拥有 好 阿拼 来 谁啊 各位大家好 我觉得台湾的交易 还是受到这种 传统的制度的限制 就是说落后全球化的 新的交易方针 要打破这样的体制 就是说一言化的这种设计 封闭制度要改变 因应全球化多元的开放的协位协程 来导引这个教育产业的推动 跟产业之间的一种学习 还有福利政策的一种互动 就说在整个制度上应该变革 就传统的那个协制 要把它切割出来 至少要一半以上的切割新的协位出来 那这样整个教育的投资 就不是只有在硬体 而是在软体 就由学习者来发动 他要学习的方向跟协位 新的协位 那这样整个台湾的教育之眼 就会活泼化 那也可以间接解决 这种流浪教师的问题 就说教育之眼 大家都可以来发动 不是由中央来管控 谢谢 我现在要说就是 说到那个 Bubble 强势民主 建议说在那个 临理集会 我们除了投票箱以外 真正我们需要是 临理集会是要在沟通 就讨论决策判断跟行动 让我们在临理集会有沟通机会 才能产生智慧 就是所谓的公共论坛 是要推动社会教育 就是扭转社会风气 来落实公民教育的民主振替 就是公民教育是要落实在 临理集会里面 这样才是真正的落实 使公民除了投票箱以外 在临理国家两个层次 成就多元文化和多元经济的真正的教育的目的 好 谢谢 好 来 董事长 大家要发言 不好意思 我要去建议一下 渣渣官 你们发言的反应 但是我们在州都不是九尾部的官员 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是这样 好 来 阿扁 请 对啊 发言 我昨天有写的发言条 我现在用普通话说 就是说 台湾 第一